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韩国艺术家郑冉斗 透过他们的创作 不论是虚构拟态 实地寂静或情境摆拍 这些作品错落出一个让人熟悉 却似陌生的影像台湾 本次展览的作品 皆是艺术家们近年来的重要创作 透过影像艺术 在当代艺术中的冲作语言 与观者对话 眼睛是灵魂的窗口 一直借由着这个窗口的界面 去认识及感知这个世界 虽然它一方面连接了被隔阂的内在 及万赛世界 但同时也空现了我们的视野 就如同当代的数位窗口 萤幕一般 带领我们到更广大的资讯世界 但同时也陷落在这片浩瀚的虚拟世界中 本次展览邀请十位艺术家 分别以摄影 录像 机械及声音装置等 呈现对于世界的认知及不同的试点 如何从窗口望出 或者从窗外望入 大未来银色画廊 那个时间的风景 转期3月5号到3月27号 揭露年轻世代 漫游于时空之下的咀嚼与刻画 黄家宁 揭取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意图以失焦 晃动的影像 超越单纯视觉上的观看 而转由模糊的画面之中 所渗透出来细腻的体会观察 而邱剑人则是将记忆占流的瞬间 经由涂抹和覆盖 扣成影格般的片段 如实地勾画出画面中故事的范围及情感 燕南 建立起看似幻画游离的情境 实则将物像 场景作为象征与隐喻的通道 对于世界的宏观态度 解析出它独特的观看方式 青云画廊佐藤公聪各展 展览期间3月5号到3月31号 日籍艺术家佐藤公聪将来台举办各展 1977年留学法国 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 法国巴黎令他的国际视野大开 作品色彩的层次更丰富 形式的呈现更为自由 佐藤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一位卓越的艺术家 是非常清楚如何在作品的风格形塑过程中 善家融合他人的精粹 转化成为自己创作的能源 亚裔艺术中心 星象与实境 新世代写实绘画连展 展期3月5号到4月3号 新世代艺术家 洪少哲 钟明仪 李雨桥 三位均擅长写实技法 但表现风格与思考模式截然不同 红少哲 毛玻璃系列 作品是透过毛玻璃观看所见物 产生一种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的影像 借此来探讨写实与抽象之间的距离 周明仪 在人类精英中隐藏着潜在的兽性 常在看似天真无邪的孩童身上表现出来 因此用隐喻的手法呈现伤害与死亡的影像 李雨桥 在作品中 藉由透明的塑胶带包覆 让人物扮演的画面在真实与幻想中交错 表达出当今动漫文化的影响下 宅男们心目中的理想 大象艺术空间馆 拆解日常 展期3月5号到4月10号 80后的年轻艺术家 如何透过自我为核心概念 切入当代的视角及语言 所盘整出的新视野与时代氛围 本次展览邀请到李足星老师策展 邀请7位80后的年轻艺术家 一同展现在一画下的年轻时代 如何以自身私密感为出发点 透过多元的创作媒材及手法 挖掘出对于生活中各种细微的存在感及不确定感 美好时光画廊 花飞花 天女散花 陈建宁各展 展期2月19号到3月27号 花飞花为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名作 但在陈建宁的解读下 却是告诫世人生命便已虚幻 仅有把握当下的诚实 在陈建宁的作品中将花处理为流变的状态 世界上并不存在的花 主观且重新的物种与情境 但却让人误以为真有其花 并连接起观众的记忆与情感 让人以自己对花的认知内容进行知性上的解读 来促成与观众的心灵交流 围躲艺术空间 李小静各展 展期2月11号到4月7号 李小静将绘画 摄影与冲作等不同的经验 整合为一种独特的媒材 将众生由自不定的蜕变 逼出半人半兽一般的造型 他的十二生肖系列作品 采用了中国传统属性为题材 而在审判与108众真相里 则采用了佛家轮回的理念 李小静的半人兽生物 以逼真的方式进步到你我所熟悉的环境之中 成为曾经那个当下出现过的你我 和李小静他自己的象征 小事一郎 多彩 多汁 Juicy 展览期间3月5号到4月2号 这档展览是由女性艺术协会理事长万一一所策划 参展的9位女性艺术家当中 其中有律师背景 专业艺术家 大学教授或私人画廊负责人 将与大家共享女性天赋之外 多彩多姿的艺术面貌 特别的是 这档展览是经由非营利事业组织 和商业画廊双边沟通的学习经验 让新校以及可能相对弱势的资深女性艺术工作者 提高她们创作的能见度 并接触打开销售管道的可能性 也是女性创作永续发展的集体实现 感谢您收听本周的艺文播放台 艺文播放台带您掌握一周最新的展览资讯 下周一我们准时线上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